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核心就是恢复对组织细胞的养共和促死养的有效利用 重新建立养的供需平衡和正常细胞的功能 这是我们修客治疗的核心 我们现代的观点认为修客是一序贯性的事件 是一从亚临床阶段的组织贯注不足 像多器官功能障碍或衰竭发展的一个连续的过程 我们第一节和大家主要讨论的就是修客的概论 包括什么呢 包括修客的病理生理的机制 修客的临床分内 修客的临床表现 修客的监测 以及诊断 最后呢 是修客的治疗处理的一般措施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修客分内 这个呢 我们有一个常规的一个分内 常规的分内呢 主要是根据它的病因来的 包括什么呢 低血容量性修客 感染性修客 神经元性修客 过敏性修客 心元性修客 嗨 我们在这一章呢 我们重点要给大家讲授的是什么 低血容量性修客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失血性修客 创伤性修客 以及什么呢 以及感染性修客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修客的病理生理的机制 修客呢 它的病理生理呢 主要分这么几个方面 分一个是微循环的改变 代谢的改变 炎症介质的释放 内脏器官的一个激发性的损害 微循环的改变呢 它包括什么呢 这个微循环的改变 我们分成三个期 分成微循环收缩期 微循环扩张期和微循环衰竭期 这个呢 是我们整个修客发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病理生理的改变 这个大家的书上都有 大家可以详细的参考一下书上的论述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代谢的改变 代谢的改变 包括耳察分安释放啊 颧骨酮啊 抗力尿激素啊 血管活性态啊 和包膜的功能障碍啊 还有炎症介质释放 包括什么呢 包括呃 内皮细胞的损伤啊 和缺缺栽关注损伤啊 哎 还有mods啊 就是内脏器官的激发性损害 多器官功能的障碍 包括有心肌的移植啊 肺泡的坍塌啊 脑水肿 扫尿性的肾公衰啊 等等等等 先给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下 我们这个微循环的障碍 微循环的障碍呢 它分成呃 几期 我们前面说了啊 我们前面说了 前面有收缩期 扩张期和衰竭期啊 这个收缩期呢 就是休克的早期 这时候它的表现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是一张微循环的啊 微循环的图 包括什么呢 包括有呃 症毛细血管啊 动静脉胆路啊 微静脉 微动脉啊啊 和他们之间的一些通路 这个期呢 微循环它是指出不进 就是回行血量增加啊 组织细胞的低贯注缺氧 组织细胞出现了低贯注缺氧 呃 如果我们这时候能去除病因呢 积极的扶苏呢 休克在这个微循环收缩期 也就是休克的早期 这个休克是可以纠正的啊 可以纠正的 这个呢 它主要特点就是 动静脉间的这个短路的开放 和微血管 及毛细血管 前扩油肌的收缩 我们再来看下一期啊 微循环扩张期 这就是休克的中期 这个时候的特点呢 微循环的特点是 动静脉间的短路 加速大量开放 毛细血管前扩油肌 啊 舒张而后扩油肌收缩 这时候它的特点呢 是微循环是止禁不出 回应血量减少 回应血量减少 血液 鱼制 血浆外渗 血粘稠度增加 灰心血量降低 心排出量减少 血压下降 等等等等 好 这个是微循环衰竭期啊 这是休克的后期 休克的后期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主要的特点呢 是什么呢 是细胞缺乏有效的灌注 发生变性坏事啊 发生变性坏事 呃 红细胞血小板发生凝急 形成微血酸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微循环 形成了一些微的血酸 出现DAC 细胞严重缺氧 细胞制容 组织功能受损 在这个期呢 休克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 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这个休克的病理生理的 它的代谢的变化啊 代谢的变化 代谢变化包括什么呢 包括出现了代谢性酸中毒啊 能量代谢的障碍啊 细胞膜功能的受损 和炎症介质的释放 等四个方面啊 包括哪一些呢 就是代谢性酸中毒啊 它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微循环障碍 微循环障碍 然后无氧代谢啊 我们这个酸性的产物增加 微循环 酸性产物啊 不仅是酸性产物增加 而且酸性产物呢 也呢 也不能及时的排出 及时的排出 好 能量代谢的障碍 就是无氧的糖酵解 能量缺乏啊 分解代谢增强 细胞膜功能受损啊 血管的这个通透性增加 血管的通透性增加 然后体液分布异常啊 离子功能的障碍啊 血纳降低啊 血纳降低啊 血纳降低 血钾升高 细胞气破坏 组织细胞损伤啊 还有什么呢 炎症介质释放 就是瀑布痒的啊 连续放大的一个急连反应啊 炎症介质释放 我们可以看看包括哪些呢 包括白结素 包括肿瘤坏式因子 包括激落刺激因子 包括干扰素 及氧化氮等 活性的氧代谢产物呢 可引起直指的过氧化和细胞膜的损伤 好 缺血再关注损伤啊 这个缺血再关注损伤啊 这个缺血再关注损伤 这是我们在修课的病理生理中 我们是经常提到的 它的损害啊 这就是细胞膜受损 影响了细胞膜的屏障功能 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加 细胞膜的离子棒功能障碍啊 比如说钠甲棒啊 钙棒啊 还有线离体膜受损 线离体膜受损 细胞氧化磷酸化的一个障碍 细胞体膜和线离体膜降解 可产生毒性的因子 比如说心肌的抑制因子啊 血酸素啊 白山西啊 等等等等 修课的激发性的组织器官的损害啊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肺啊 肺 肺这个时候呢 在修课的时候呢 它会发生什么呢 发生肺兼职的水肿 肺抛的尾腺啊 肺不张 死腔通气量的一个增加啊 导致通气灌注比例失调啊 临床上表现为呢 进行性呼吸困难 或者是ALTS 就成人呼吸窘破综合针 肾脏呢 肾血流减少啊 肾小球的滤锅下降 肾小管坏死 会出现什么呢 会出现急性肾公衰 临床上的主要的表现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呢 主要就是少尿和无尿 心心脏的损伤呢 主要是灌脉的血流减少 心肌缺血和酸中毒 出现了心肌的损害啊 微循环 还会出现血栓啊 心肌啊 会出现造造的坏事 电解质紊乱啊 也影响了心肌的功能 脑的损伤呢 包括有脑的灌注下降啊 脑的灌注下降 因为回行血量不足 血压下降 脑灌注压下降 导致什么呢 脑缺氧 酸中毒脑水肿 临床上呢 会表现为颅内压增加啊 颅内压增加 以及脑散的一些表现 肝脏 肝脏呢 肝脏也是由于缺血缺氧 会导致什么呢 肝小叶的坏死 肝脏的解毒代谢功能 严重受损呃 出现还会出现什么 内毒素的血症 内毒素血症 胃肠道 胃肠道粘膜 冲血缺氧 糜烂 应急性溃疡 临床上表现为消化到的 什么 消化到的 应急性出血 这个 肝脏 屏脏功能受损 细菌 及毒素移味 败血症 呃 导致败血症 或者说浓毒血症 我们看一下 休克的临床表现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休克的临床分期啊 休克临床分期 这休克的早期 又称之为什么 待场期 或者缺血缺氧期啊 然后呢 再就是休克期 休克期呢 也称为休克的抑制期 或者叫什么 淤血性缺氧期 我们来看一下呃 待场期和休克期 他各有什么特点 各有什么特点 这个待场期呢 患者出现什么 精神的紧张 情绪比较烦躁 啊 面色苍白 手足 思冷啊 心动过速 墨压减少 墨压减少 尿量减少 如果这个休克 纠正呢 在待场期啊 休克是可以完全纠正的啊 如果休克没有得到纠正呢 他就发展到什么呢 发展到这个 抑制期啊 好 我们来再看看这个休克期啊 休克期 休克期呢 患者呢 他的表现主要是什么呢 神智淡漠 反应迟钝 口唇发干 皮肤花斑啊 血压下降啊 墨压更小 甚至出现无尿啊 出现了什么 代谢氧酸中毒和DIC 关于休克的诊断呢 我们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 啊 123456 从这七个方面来判断啊 来判断啊 患者是不是有休克 首先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病死 病死 患者是不是有闯伤 或大出血 就是大量的失血和感染等 休克的诱因啊 休克的诱因 患者有没有 医死的障碍 再就是什么呢 脉搏 脉搏大于100次每分 或者是什么呢 不能处击啊 四肢 患者的四肢出现湿冷 再充饮时间大于两秒 皮肤呢 出现花斑啊 皮肤出现花斑啊 啊 黏膜苍白 发干啊 尿量少于呢 呃 每公斤体重每小时0.5毫升 收缩压 小于90毫米拱住啊 这也是标准之一 还有什么呢 默压小于30毫米拱住 如果患者原来有高血压啊 原来有高血压 我们的判断标准呢 就不是以这个90毫米拱住 为为基础了 是由什么呢 是由患者 在原来的收缩压的水平上 下降30%啊 下降30% 但是这个患者呢 也有一些啊 不典型的 如果患者呢 也有一些不典型的原发症 比如说老年人呢 免疫功能低下 他有严重的感染 体温不深 白细胞不高啊 还有什么呢 不典型的一些心肌梗死等等 我们休克的早期的 早期的表现 包括哪一些呢 早期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脉细啊 呼吸急促啊 表情有紧张啊 枝端有四冷 少数血压高啊 还有尿常规的改变啊 尿量的减少啊 奔马率 心率稍快 心阴低顿 早期表现 但是这些比早期的表现呢 都不是非常的特异 早期的功能损害的一些表现啊 患者休克的早期功能损害的一些表现 包括什么呢 血尿素蛋 增高啊 比如说血乳酸 血糖增 血糖的紊乱啊 CVP啊 中肌脉压 包括血腰板 激素啊 凝血因子的改变 还有打红素啊 基盖蛋白啊 等等 这些指标呢 有的是反应肝功能的 有的是反应肾功能的 有的是反应 什么 比如说像基盖蛋白 基盖蛋白 它是反应心肌的损害的 休克的这个鉴别诊断啊 我们要注重各种类型之间的区分 和什么呢 还有休克要注意和体位性低血压 和体质性低血压 向鉴别 我们休克的 常规的实验室检查 常规的实验室检查 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血常规啊 尿和尿常规和大便常规 还有凝血功能 以及血深化的一些检查啊 我们血常规的检查呢 主要就是看红细胞啊 血红蛋白的测定 我们来什么呢 帮助我们判断这个患者 失血的一个情况啊 还有白细胞技术啊 以来帮助我们 判断这个患者的感染的情况 还有什么 小便和大便的常规 来帮助我们判断什么呢 判断肾功能的改变啊 把肾脏的灌注 和消化道的应激啊 消化道的应激 在休克的时候 消化道的应激呢 更多大多数表现为 消化道的出血啊 还有泥血功能的改变啊 帮我们判断出泥血 患者的出泥血的一个状况啊 血生化呢啊 血生化来帮我们进一步 更详细的判断这个 呃 在休克的状态下 这个记忆体的各组织脏气功能的状况 我们前面说了啊 这是休克患者诊断的一般的检查 包括就是血尿常规啊 生化啊啊 这个大便常规啊等等 我们这个还有一些啊 休克的辅助检查 包括哪些呢 包括A线的A线的检查啊 包括微循环的检查 包括血液动力学的一些检查 比如说呃 漂泊导管啊 比如说这个中极脉压啊 还有心电图的一些检查 休克患者的监测啊 监测呢 它分两类啊 一类是就是说我们说的一般的监测 就是一般状况生命体征啊 呃 绳子啊 就是一般这种监测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特殊的监测内容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一般的监测 包括患者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他是兴奋 是烦躁啊 是抑制 还是怎么样 还有皮肤温度的色泽啊 这是冰凉 苍白 或者有花斑啊 还有血压啊 血压啊 我们是血 收缩压 疏张压 磨压 是个什么情况 还有还有什么 脉绿啊 脉绿的情况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尿量啊 这都是一般的 最常规的一些监测的一些项目啊 特殊的监测啊 修科的特殊的监测 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CVP啊 第一个我们就包括中心肌脉压 第二呢 包括什么呢 心排数量啊 心排数量 心脏的指数啊 心脏的指数啊 还有什么呢 动脉血的乳酸分析啊 还有胃肠联默的pH值啊 胃肠联默pH值啊 还有DICE的一些检查 血气的分析 还有肺毛气血管歇压啊 这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监测啊 我们看看 这是一个呃 CVP啊 中心肌脉压监测的一个简 简要的一个示意图啊 一个示意图 这是一套这个CVP的检测装置啊 上面有一个附带一个传感器啊 或者说呢 没有传感器的呢 我们可以在旁边竖一个标词啊 标词 肺毛血管歇压啊 应用什么呢 应用漂浮导管 植乳肺动脉及其分支内测得啊 反映了这个肺静脉啊 肺静脉左心房及左心死的一个功能的状态 它可以测呢 肺动脉压啊 正常的肺动脉歇压为6到15毫米 巩柱啊 当小于小于6时提示悬崖不足 大于15毫米巩柱时啊 反映了左方的压力增高啊 如急性肺水肿的时候 心排重量和心脏的指数 这个心排重量呢 是心率和美博输出的一个层级 可通过什么 可通过这个漂浮导管啊 置入到肺动脉及其分支呢 应用热吸式法测出 正常值为4到6升每分钟啊 这个心脏指数呢 是单位体表面积上的心排数量 正常值为2.5到3.5 呃 二氧化碳的分压啊 和氧的分压啊 氧的分压啊 还有什么呢 还有动脉血乳酸盐的测定啊 无氧代谢和高乳酸血证实 我们监测呢 有助于啊 估计休克及复苏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啊 正常值呢啊 就是动脉血乳酸盐的测啊 我们正常值大概是1到1.5毫米2每升啊 微重病人允许到2毫米2每升 大于8毫米2每升 这个动脉血乳酸值 如果大于8毫米2每升 患者几乎无生存的可能 还有DIC的检测仪诊断 DIC的检测仪诊断 当下列的三项以上发生异常 结合临床的休克及微血管酸塞症 症状和出血倾向时可以诊断为 可以临床诊断为DIC 比如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学校版技术低于8乘10的14方每升啊 凝血眉渊时间比对照组延长3秒以上 血浆纤维蛋白源小于1.5克每升 或者是出现一个进行性的下降 3P试验阳性啊 3P试验就是血浆鱼筋蛋白负宁试验阳性 血图片中破碎红细胞超过2%等等 如果这五条呢出现三条以上 我们就可以临床诊断为DIC 好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休克治疗的原则啊 这是我们休克的这一章里面的重点内容啊 休克治疗啊 休克的治疗啊 它的治疗原则呢 大概包括主要包括这么几条 包括什么呢 第一就是一般性的紧急治疗 积极处理原发病 要积极处理原发病啊 补充血容量啊 补充血容量 纠正啊 酸减失调及DIC啊 凝血功能障碍啊 还有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血管活性 及内部存药物的应用 主要是主要呢 包括包括这么几条 好我们先来看休克治疗 它的我们第一条写了啊 是一般性的紧急治疗 好我们先来看看紧急治疗 包括哪一些 包括啊 包括镇静 包括西洋 包括进食水啊 包括减少 减少不必要的搬动啊 减少不必要的搬动 还有什么呢 还有 我们要控制 注意控制什么呢 出血 还注意保暖啊 比如说我们有很明显的这个 呃 肢体的出血 我们要通过包扎 加压包扎 或者说是压迫止血等等 控制这种活活动的出血啊 还要注意这个呃 肢体的保暖 还有什么呢 还有患者去 取一个休克体位啊 休克体位 休克体位 休克体位是什么呢 就是呃 就是说呃 仰卧 仰卧呢 然后下肢也抬高 就是两头高中间低啊 两头高中间低 就是我们取一个休克体位 有心衰者半卧位或者端座位啊 还有呢 我们要 呃 监测患者的血压 呼吸 及血量保护度啊 和他的这个 心率的情况 我们休克治疗的 第一条是紧急处理 第二条呢 就是积极处理原发病啊 积极处理原发病啊 积极处理原发病 如果存在 需要手术处理的原发病的时候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内脏的大出血啊 上消化道的我们这个呃 大出血 比如说什么呢 急性微粘膜病变呢 啊 比如说 胆道的出血啊 等等啊 比如说坏死心 还有什么坏死心 长斑切除啊 消化道窗孔修补及农业引流等等 我 这一条 这个积极处理原发病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在尽快恢复有效血流量后 及时实施啊 手术来处理这些原发病变啊 有的情况下 应在积极抗休克的同时进行手术啊 也就是说 处理原发病和抗休克同时同时进行 以免什么呢 以免延误这个抢救的司机 补充血容量啊 补充血容量呢 是我们休克治疗中间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措施啊 它是纠正休克引起的组织低关注和缺氧的关键啊 应在连续监测啊 应该在我们什么呢 我们这个补充血量应该在连续监测什么 动脉血压尿量和CVP的基础上啊 连续监测动脉压尿量和CVP啊 深关注啊 深关注呃 CVP啊 中心肌脉压的技术上 结合什么呢 结合病人的皮肤的温度啊 皮肤的温度 墨烧循环墨烧循环的情况和脉搏的幅度 毛巨血管充盈的时间等等 来综合判断啊 综合判断补充血容量的一个效果 扩容治疗呢 要求达到 组织灌注良好 患者神情安宁啊 口虫红润啊 肢体温暖肢体温暖 脂肝的消失啊 脂肝消失 收缩压呢 要大于90毫米拱柱 心率呢 要小于100次每分啊 尿量呢 要大于30毫升 每小时 30毫米 呃 血纹蛋白呢 要恢复到基础的水平 血液浓缩的现象呢 要消失 这是扩容的 我们常规的 呃 扩容的这个目标啊 扩容的目标 还有呢 在修科治疗中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纠正酸减失衡啊 纠正酸减失衡 关于这个纠正酸减失衡呢 我们现在不主张啊 早期的使用 这个 减性的药物啊 根本措施在于 改善组织的灌注 适时和适量的给予 减性的药物 在修科的治疗中间 如何 和 合理的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呢 啊 血管活性药物 它的使用呢 它主要目的呢 是 是这几个方面啊 就是什么 辅助扩容的效果 还有 升高血压啊 升高血压 是应用血管活性药物的 首要的一个目标啊 还有 理想的血管活性药物呢 应该能够迅速的升高血压 更加改善心脏和脑血管灌注 又能改善肾及肠道内脏器官的 一个 血流的灌注 升高血压呢 我们主要是 血管活性药啊 我们通过血管活性药 来升高血压 我们主要是 有这几类啊 这几类 比如说 我们有血管的收缩剂啊 血管的收缩剂啊 包括哪些呢 包括去甲肾 健腔胺 多巴胺 多巴粉丁胺啊 还有什么 还有哪些血管活性药物呢 就是 血管的扩张剂啊 包括什么呢 包括粉土拉米呢 包括阿托品呢 642冬狼狼简 等等 就是改善这个微循环的 筋卵啊 还有一些什么 强心的药物 比如说 呃 强心肝呢 叫吸地蓝等等啊 改善 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们还要在休克治疗中 还要注重啊 抗DIC的治疗 抗DIC的治疗呢 主要就是 我们要改善微循环啊 包括什么 包括抗瘾治疗啊 我们运用甘肃啊 还有抗千荣的药物 抗千荣的药物啊 抗千荣的药物啊 抗千荣的药物就是 安甲本酸啊 安基乙酸啊 还有抗血小板粘附和聚集的药物 比如说RSP0啊 DU等等 关于皮脂内部醇 内药物的应用呢 这一类的药物呢 主要用于感染性休克 或其他较为严重的休克啊 它主要的这个作用 包括哪一些呢 就是运用皮脂内部醇的 这一类的药物 它的主要作用是阻断 阿尔法受体的兴奋作用啊 血管扩张 降低外周血管的阻力啊 改善微循环 保护细胞内的溶媒体 防止溶媒体的破裂 增强的心肌的收缩力啊 增加心脏的排出量 增济线离体功能和防止白细胞的凝结 促进唐一身 减少酸中毒 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一些啊 比如说紧急的处理处理原发病啊 糖皮脂技术的应用 血管活性药的应用等等等等啊 我们还有包括哪些 在休克中间 还可能用到哪些药物呢 还可能用到比如说 盖通道的一个阻断剂啊 还有什么比如说 马飞内的结抗剂啊 还有什么养自由剂的清除剂啊 调节体内前列腺素的啊 还有应用什么 三菱线肝啊 绿化美的一个疗法等等 我们前面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休克的概论和它的一般的诊断监测治疗的措施 我们从这一节开始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我们最常见的两种休克啊 一种呢 就是低血容量系休克 还有一种呢 就是感染系休克 好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个低血容量系休克 这个低血容量系休克呢 它主要的病因呢 是什么呢 是大量的出血 或者说是什么 体液的丢失 或者液体聚集在第三间隙啊 第三间隙导致有效循环血量降低而引起的 它主要包括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啊 低血容量系 低血容量休克 主要包括两大类啊 一个是失血性休克 一个是什么 损伤系休克啊 我们也称之为 闯伤系休克啊 主要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主要表现是 CAP下降 回心血量减少 血压降低啊 神经内分泌机制啊 导致了 外周血管的收缩 以及心率的加快啊 微循环障碍 以及组织器官不全等等 我们失血性休克啊 我们前面说了 是由于大量的失血 或者说 这个 失血性休克 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 病呢 主要是以下这几类 比如说啊 第一个 严重闯伤导致的外出血和内出血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啊 非常容易理解 严重闯伤导致的啊 各种原因引起的 什么 消道出血啊 消道出血 比如我们前面说了啊 前面说了 呃 什么 呼吸道引起的大卡血 大卡血 泌尿到出血 引起的什么 大量的血尿啊 大量的血尿 还有什么 血管畸形 动脉流破裂 引起的大出血啊 还有女性生殖系统病变 引起的阴道大出血等等 这些呢 都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 引起失血性休克的病 这种失血性休克 它的处理的核心是什么呢 处理的核心是 第一 是尽早的去除病因 其实这个跟我们前面修克 治疗的一般的措施呢 是一样的啊 首先第一条 就是我们要尽早的去除病因啊 第二条呢 就是控制出血啊 控制出血 第三呢 就是液体复苏啊 液体的复苏啊 这是 我们这种修克治疗的关键措施和 核心环节 有效的复苏呢 可以恢复这个组织的贯注啊 改善 组织细胞的养贡 维护 重要脏器啊 比如说细胞 它的正常的功能 这个 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 中华医学会 重症医学分会 07年发布的一个低血容量性修克的一个复苏的指南 复苏的指南 施血性修克啊 它的液体复苏治疗是前面说了是这个整个的处理的啊 重中之重啊 重中之重 常规的液体复苏的处理呢 它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修科的一般的处理啊 我们这个四元修科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就是尽早尽快的大量的输入什么输入液体啊 充分的进行液体复苏 恢复有效血缘血量和使血压恢复到正常水平以保证组织和器官的血液灌注啊 防止修科的进一步发展啊 因为不输液就可能就意味着死亡啊 但是随着我们 循政医学的发展啊 通过我们的 大量的随机对照的双盲的研究 我们发现了常规的复苏啊 修科的复苏中啊存在着一些问题啊 存在着一些问题啊 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 这个修科的复苏方法存在着一些的问题 比如说 它容易引起组织的水肿 以及高路性代谢性酸中毒啊 它也加重了患者的缺血再灌注的一个损伤啊 也加重了液已存在的这个酸中毒 还有呢 还可能加重啊 你患者凝血功能的障碍 从而呢 增加了并发 ARDS SIRS 和MOF的风险啊 也就是说增加了啊 出现什么 呃 成人呼吸种多综合针啊 全身验证反应综合针 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一个风险 正是由于这个寻证医学的研究呢 就 对我们常规的湿血型修课 它的液体复苏呢 就提出了如下的一些反思啊 研究证实 对于办活动出血的啊 湿血型修课患者 在止血前 在 处理 就是在原发病得到有效的处理之前 快速大量的补业 可能会严重的干扰机体对湿血的带场的机制 并加速肌停内环境的一个恶化 还有呢 这对原来提出的 以早期快速液体浮出提升血压 维持组织灌注预防休克及并发症发生的原则呢 就提出了一个挑战啊 当然我们后面呢 介绍的这些内容呢 在大家的教科书上 现在还没有啊 现在还没有 但是呢 随着我们临床医学的发展 我们 我们感觉呢 现在我们对休克的诊断治疗处理呢 我们都应该什么 都应该遵循 循正医学的研究的结果啊 研究的结果 也就是我们 在 现在的临床治疗中间啊 对患者的某一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间呢 我们都要 什么呢 都要非常谨慎的 而且非常有效的 选择我们能够 得到的啊 最准确的临床证据来决定我们 对患者的治疗啊 当然也要结合个人的经验 也要结合个人经验 也要考虑到患者的意愿 和他的实际的状况啊 这些呢 都是我们对我们已有的 这个休克的液体复苏治疗的一个反思 所以说呢 我们下面呢 也给大家介绍了一点点啊 不多 一点点这个 关于这个 施血性休克最新的 他的治疗的一些进展 就是和我们的传统的 休克治疗的理念 休克治疗的方法呢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这个呢 大家呢 仅供大家参考啊 当然介绍的不是 内容不是很多啊 内容不是很多 好 我们看一下 下面 刚才说了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点啊 施血性休克 复苏治疗的一个进展啊 一个进展 这个呢 这些东西 很多的已经得到了 巡政医学的证实 或者说还有很多 已经写进了我们的临床指南 虽然大家的教科书上 目前还没有啊 还没有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临床治疗 我刚才说了 已经 进入了一个巡政医学的时代 我们都要在巡政医学的指导 按照这些 临床的指南啊 来规范我们的临床治疗 好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些 施血性休克 复苏治疗的一个进展 包括哪呢 包括哪几个方面呢 哪几个方面的进展呢 包括复苏时机的一个把握 复苏时机的把握 包括复苏血压的目标 包括复苏液体的选择和复苏温度的要求 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 复苏时机 前面讲了 我们需要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这个 回到我们前面的这个 幻灯片啊 幻灯片 我们常规的处理是什么呢 对这种 施血性休克的患者 我们常规的处理是尽早尽快的大量输注液体 啊 充分的进行液体复苏啊 和使血压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是我们常规的处理啊 常规的处理啊 可能我们现在临床中间 大部分的病人也仍然是这么处理 就是尽早尽快的大量输液 把血压弄到正常啊 把血压弄到正常啊 把血压弄到正常 以期呢 保证组织和器官的关注啊 好 我们来看看在这方面的进展 什么呢 就是实际的把握啊 首先是实际的把握 我们的常规处理呢 是即刻复苏 就是患者一发现患者有修科的表现 修科的症状 我们马上开始啊 进行处理啊 马上开始这个抗修科的处理 但是呢 我们现在研究的进展呢 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 叫什么 叫延迟复苏啊 延迟复苏 什么是即刻复苏呢 前面讲了 这个即刻复苏 就是一发现患者有修科 我们就马上开始处理啊 马上开始复苏啊 这个呢 即刻复苏啊 是我们常规的复苏方法 始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啊 迅速的即刻复苏强调什么呢 迅速的恢复 我们会把血压在正常范围内直至出血被制止啊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即刻复苏啊 但是即刻复苏呢 通过我们零巡证医学的研究呢 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 哪些问题呢 比如说迅速的大量的输住啊 这个液体啊 可能会破坏 可能会破坏 以部分形成的这个凝血块啊 增加血压 可能会加重这个出血 也就是说 把病人的血压 在短时间内恢复到正常 可能会加重患者的这个出血 你在 就是说呃 病因没有得到解除以前啊 病因没有得到一些 你把这个血压 比如说他现在修 比如这个患者有闯伤啊 有出血 他现在血压可能是90 呃或者是80 你把它快速的恢复到90 100 甚至120 可能会加重他的出血啊 还可能什么大量的快速的输液 可能引起什么血液稀释 引发凝血功能的一个障碍啊 还有使HCT进一步下降啊 加重了组织缺氧酸中毒和水肿 多项实验及临床研究 发现即刻复苏将会增加出血 增加出血 恶化施血性休克患者的愈后 针对这个即刻复苏的问题啊 研究者们呢提出了什么 延迟复苏的概念啊 由这位研究者啊 Metrolox 他提出了延迟复苏的一个概念 就是半活动性出血的 这个施血性休克患者 在手术彻底止血以前 仅给予少量的液体维持 机体的基本需要 在手术彻底处理后 再进行大量的液体复苏 他强调什么呢 他强调就是 首先处理原发病 在原发病没有得到控制以前 有就是说在这个出血的原因 没有得到控制以前 只给予少量的液体 给予复苏啊 不是我们原来的啊 即刻的大量的液体复苏 以期把患者的血压 恢复到正常或接近于正常 过早的使用血管活性药物 大量的平衡盐 或高盛盐水提高血压 并不能提高患者的存活率 所以事实上有增加病死率 和并发症的危险啊 白口呢 这个研究者呢 他就对比了啊 这个 闯伤的患者啊 即刻服输 以延迟服输的疗效啊 比如说他各有一个 各有接近 呃 延迟服输有将近300例 即刻服输也有300例啊 这个 即刻服输呢 在到达手术手术 手术死前啊 平均输液是将近啊 2478毫升啊 2478毫升 就将近2500毫升 而延迟服输组呢 他平均的输液呢 只有375毫升啊 就说我们500毫升的 500毫升一袋的液体呢 他只有一袋啊 只用了不到一袋 而即刻服输组呢 用了将近五袋的这个液体 两组在到达手术死的血压 基本相同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即刻服输组用了这么大量的液体 但是他和延迟服输组呢 到达手术死时 他的血压啊 基本是一样的 延迟服输组的各项实验室的检查指标啊 术后的并发症 及患者的病死率的情况呢 均要优于啊 即刻服输组 谢谢大家 我讨讨讨论 这个朋友在哪里 但是呢 这个即刻复苏和延迟复苏呢 它有一个什么核心的争论 核心争论是什么 就是可以延迟多长时间 当我们说了延迟复苏 就是说不要在休克发生的时候 马上就给大量的液体灌注 给把患者的血压恢复到正常 我们可以稍微的等一等 但是等一等 等多长时间 现在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目前呢 还没有还没有一个定论 还在还在研究中 因为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患者具体的情况不一样 他可能等待的时间 或者说我们延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般的共识呢 就是我们要在有效的控制出血以后 有效的控制出血以后 如果早期无法有效的控制出血呢 如果这个患者 我们早期没有办法 非常有效的控制他的出血 那么休克 病人他的有效的待场时间是多少呢 是吧 是一个小时 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一小时 还是多少 是吧 但是现在呢 还没有定论 我们还需要 更多的临床研究 这个 休克服输时机的一个把握 时机的把握 主要是取决于患者 失血及休克的具体的情况 具体的情况 为了避免患者在短时间内死亡 对大出血或严重休克的患者给予液体复苏还是必要的 但是呢 我们在给这些液体复苏的同时 我们也要非常注意 避免因为快速大量的液体复苏 所引发的这个诸多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 目前主张的低干预度的复苏策略 就是限制性低压复苏 限制性低压复苏 好 下面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关于修 关于这个失血性休克 它的这个新进展的第二部分 包括什么呢 包括就是血压的目标 就是我们这个失血性休克 我们抗休克 我们要把血压 把血压 恢复到一个什么水平 恢复到什么水平 我们常规的是什么呢 我们常规的方法 前面说了 就是积极镇压复苏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血压恢复到 接近于正常 正常或者是接近于正常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临床研究发现呢 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什么低压复苏 限制性低压复苏 积极的镇压复苏 前面说了 这是我们的常规的方法 常规的方法 我们大量的患者 或者我们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间 基本上还是这么在做 就是什么呢 尽早尽快的大量肌脉 补充液体 迅速的恢复有效的雄儿血量 把血压恢复到什么 接近于正常 或者说是正常 维持重要器官的灌注 但是这个研究发现呢 这种积极的镇压复苏呢 它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包括哪一些呢 其实它跟那个前面的这个 呃 剂割复苏和延迟复苏的导致的问题呢 有一些类似性啊 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 出血量会加大这个出血 加大出血 为什么呢 因为破水血管的出血量 以该部位 以主动脉根部的血压 差成正比 什么意思呢 你把血压 快速的提到正常 可能会什么 加重这个出血部位的出血 啊 血压会快速恢复 小血管内已形成的 酸塞被冲掉 导致会重新出血 血压的快速回升 保护性的血管 筋卵 可能会解除啊 血管会什么 会出现扩张性出血 我们前面讲了 在这个休克的概论里面 我们讲了在休克状态下的 微循环它的整个的变化啊 微循环整个变化 大量液体复苏呢 降低了血的粘稠度 加重了拧血功能的障碍 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出血量 我们多项的临床研究的结果也显示 以低血压为目标进行的复苏呢 它的死亡率大概是20%左右啊 20%左右 但是以正常血压为目标进行的复苏呢 它的死亡率呢 大概是60.9% 这个呢 是指在严重的 由于创伤导致的 失血性休克的患者中间 得出的一个结论 针对这个镇压复苏呢 专家们又提出了 限制性低压复苏的一个概念啊 这个它的这个限制性低压复苏呢 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就是可允许性低血压 就即将血压维持在 能够勉强保持组织贯注的最低水平 直到彻底止血 这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概念的和观点的一个变化 就是什么呢 它不是要把血压搞得正常 不是要把患者的血压 休克患者的血压 恢复到正常或者接近正常 它只是这样 把血压维持在什么呢 能够勉强保持组织贯注的最低水平 直到彻底止血 它的目的呢 就是寻找复苏的目标血压的平衡点 也就是说 我这个血压又可以保证组织的贯注 又可以减少由于这个血压恢复到正常 导致的那些不利的一些副作用 就寻找一个什么 寻找一个平衡点 提出呢 有效的干预 就是 既通过液体浮苏 适当的恢复组织器官的血流贯注 又不至于过多的干扰机体的代场机制和内环境 那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我们外源性的处理 和患者内源性的什么 代场机制之间 找一个平衡 找一个平衡 我们原来的这个常规的处理呢 更多的 着重于什么呢 着重于我们外源性的干预 没有 没有什么呢 没有重视患者 由于什么 失血性休克 失血性休克 这种病理生理变化 导致的什么 机体的本身的一种代场的机制的变化 现在的抵押复苏呢 研究发现它有如下的一些优势啊 比如说什么 减少了出血量 减轻了这个休克以后的这个酸中毒啊 减轻了拟血功能的障碍啊 减轻了闯上后的免疫症啊 提高了休克患者早期的存活率 对组织器官的灌注 以积极阻压复苏呢 相比呢 无明显的差异 也就是它对组织器官的灌注 因为我们非常担心呢 就是说 这个限制性低压复苏 这个血压低了以后 我们的组织胀气 是不是能够得到有效的灌注呢 我们的研究发现啊 这个低压复苏和这个阻压复苏 对组织的灌注呢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的 我们 这个限制性低压复苏 它的目标值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低压复苏和镇压复苏 它的区别就是 我们复苏的时候 要把患者的血压恢复到多少啊 恢复到多少 前面说了 镇压复苏是恢复到正常 或接近于正常的血压 而我们这个限制性低压复苏是什么呢 是指在 我们的 办法 我们的这个策略呢 是什么呢 是指在手术持血前 维持收缩压在80到85毫米巩柱 这个就比 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们修科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小于收缩压小于90毫米巩柱 我们前面讲了在修科的概论里面讲了 我们这个限制性低压复苏呢 就是我们在 抗修科的时候 才采取这种限制性低压复苏的策略 抗修科的时候 我们把血压收缩压维持在80到85毫米巩柱 为什么是维持在80到85毫米巩柱呢 因为研究发现在80到85毫米巩柱的时候 我们可以保障脑 这是80到85毫米巩柱是保障脑贯注的最低的水平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脑组织在全身的这些组织器官中间是最不耐缺氧的 最不耐缺氧的 同时呢 还要什么呢 积极准备 手术止血 积极处理这个原发病 但是我们切不可将血压长时间的维持在 是吧 较低的水平 因为低血压时间越长 复苏后的并发症越多 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患者 这个患者需要通过 长距离的 长时间的转运 在路途中间 比如说要从这个基层的医院转到一个综合的医院 他可能需要三个小时 可能四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传途的长途的这个转运 这个时候我们切不可 将血压一直维持在这个低水平 这点我们是要注意的 这个限制性低压 它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怎么找到最恰当的灌溜压 就是这个灵界的血压 和该灌溜压可维持的时间呢 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也就是说80到85的这个收缩压 是使用于所有的患者吗 是所有使用于所有情况的患者吗 就患者有不同的病情 是吧 是所有的患者吗 所以这个呢 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还有呢 前面说了 我们不能把患者长时间 把患者的血压长时间的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比如说哪一家患者呢 就是说他需要长途转运的患者 需要从地方医院转到这个一个大型的一个综合医院 需要他路途中间需要很长时间转运 也许需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确定性的手术止血 也就是确定性的原发病的处理呢 可能会被延后 还有关于脑外伤患者是否适用于这个限制性低压 还存在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脑外伤患者可能会有什么 有颅内的高压 也就是说当患者颅内压增高的时候 我们一个较低的一个灌流压 是不是还能保证脑的灌注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临床研究的数据呢 有的支持 有的反对 但是现在呢 仍然存在这个争议 好 这就是 我们 关于这个 常用的呢 什么呢 常用的浮出的一些液体 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晶体液 胶体液 这个我们就简单过一下 就不给大家 啊 再 详细的讲解了 这个晶体液呢 包括就是等肾的 有高肾的 还有呃 天然的晶体液 还有一些人工的晶体液 天然晶体液呢 主要就是指白蛋白啊 这个人工的晶体液呢 就是枪以及淀粉 啊 还有血液制品啊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成分的血液制品啊 像血浆啊 浓缩红啊 雪橇板 冷沉垫等等 还有什么 呃 还有全血啊 全血 还有就是什么 晶体胶体的混合液啊 晶体胶体的混合液 这个晶体液胶体液啊 晶体胶体的混合液和血液制品呢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一些复苏复苏的液体 晶体液呢 是我们临床饮用最广泛的 也是最大量的 这个高盛的晶体液呢 它它的好处呢 就是用量少 见效快啊 能够有效的改善微循环啊 以胶体配物啊 可以提高疗效啊 延长左右的时间啊 人工的胶体呢 人工的胶体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枪以及淀粉啊等等 人工的带血浆 它的好处呢 就是扩容效能强啊 接近天然胶体 它的过敏呢 以及啊 内过敏的反应轻啊 临床的应用呢 啊 日益的广泛 关于这些血液制品呢 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啊 简单过一下 不给大家详述了啊 这是我们推荐的啊 根据患者的病情 来选择这个复苏的液体 这个 为什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复苏液体的问题呢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 在处理 处理这个 一个 失血性修科的患者 你最开始要挂平什么液体 就挂平什么水上去啊 挂平什么水上去 我们这个一般的失血性修科患者 就针对一般的失血性修科患者呢 我们认为精体液啊作为可以作为复苏的首选及主要选择 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用 呃 轮格式液啊 我们临床上用的量最大的 而轮格式液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 这个 开始复苏的首选啊 胶体液呢 可在对精体液复苏不满意的时候 加油 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选择啊 血液制品啊 这是一般的失血性修科患者 但是对于严重的失血性修科患者呢 我们建议优先考虑啊 使用小剂量的高盛的这个精体胶体混合液啊 重视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临床里很多有很多成型的字迹啊 比如说就这样 呃 赫苏啊 它就是一种这个高盛的精体胶体的一个混合液 然后呢 对于这个严重的失血性修科患者呢 我们早期还要非常重视 对它凝血功能障碍的一个纠正 还要呢 重视血液制品的使用 好 关于这个常温复苏 低温复苏呢 这个呢 目前呢 也是存在很多的争论 我们这就 呃 不给大家详述了 不给大家详述了 在 低血容量性修科里面呢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一种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就是失血性修科啊 失血性的修科 在低血容量性修科里面 还有一类的修科呢 就是什么 就是创伤性修科 创伤性修科 创伤性修科呢 它也是一种啊 低血容量性修科 这个大约有70%到80%的严重创伤患者 在伤后会发生创伤性修科 它大多数呢 也是由于大量的失血 所诱发的啊 当然不完全是失血的原因 失血呢 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啊 还是什么 这个 这个创伤性修科呢 也是啊 严重创伤患者早期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重要原因 而且 这个 修科 还是严重创伤患者主要的可预防性死亡原因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 严重的创伤患者 如果我们早期这个 这个 修科的处理比较得当 也可以 大大的减少 这个严重创伤患者 他的死亡率 所以说 说 修科啊 是严重创伤患者主要的可预防性死因啊 加强对其认识和处理啊 提高了严重创伤救治成功率 好 我们看看啊 你看这是一个 严重创伤的患者啊 严重创伤患者 这有下肢的啊 一个皮肤的一个撕脱伤 还有一个腹部的一个闭合性损伤 这个是在术后的啊 你看 我们看这个患者 有一个腹部的闭合性损伤 还有一个颅脑的损伤啊 这些患者 这些患者不仅有一个颅脑的损伤 腹部闭合性损伤 还有一个 下肢的一个损伤啊 修科是严重创伤患者呢 早期的 最重要的死亡原因之一 创伤性修科呢 就是创伤患者 他的修科呢 有他的 不同于一般患者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严重创伤患者 他最常见的修科的形式是什么 是失血性修科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 现在正在介绍的 创伤性修科 这个严重创伤患者 他还可能发生什么 感染性修科 心缘性修科 神经缘性修科 比如说一个高位的一个 脊髓的啊 脊髓的损伤 比如一个颈椎的一个 损伤 而且 在这种严重传患者 他的这种各形的修科啊 就失血创伤 感染性 这种各形的修科 他可能会同时存在 或者是交织发生啊 交织发生 当然这些各种类型的修科里面呢 用于 失血性 低血容量性修科 他的发生率是最高的啊 而且容易出现 男子性修科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修科发生到DIC 就是修科到中末期啊 发展到DIC了 或者生命中央脏期出现衰竭啊 这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男子性的修科 传人修科 他的处理核心 也是啊 也是尽早的出 去除这个修科的病因 控制出血 而液体复苏呢 也是一个核心的环节啊 改善组织的养共 维护重要脏器的正常 正常功能 而且呢 还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闯伤性修科啊 我们还要非常注意防止致死性三连针 哪三个呢 就是低体温 酸中毒 以及饮血功能的障碍 关于闯伤性修科 他的服输方法的推荐呢 我们认为啊 没有一种万能的服输方法 使用于所有的患者 我们前面介绍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 在思血性修科里面 我们介绍了各种各样服输的方法啊 包括这个液体服输的这个最近的一些新的进展 但是呢 我们认为呢 没有一种万能的服输方法 适用于所有的患者啊 就是没有哪一种方法 它是可以包打天下的啊 包打天下 对严重闯伤患者的服输措施呢 还在不断的认识和发展中 我们提倡根据每个 闯伤性修科患者 不同他的病理生理状况 选择个性化的这个服输措施啊 比如说 这个闯伤性修科 它是由什么呢 是由于严重伤 合并一个颅脑伤啊 是由于颅脑损伤 引起的这个闯伤修科呢 我们推荐呢 推荐延迟性限制性复苏 延迟性限制性复苏的方法 对颅内高压的患者啊 我们不推荐使用啊 低压复苏的方法啊 我们推荐早期使用高盛性胶体啊 高盛性胶体的这个晶体的混合液啊 比如赫苏啊 我们推荐早期应用了天然的胶体 比如说就是像白蛋白啊 像雪浆这些东西啊 它的扩容指数高啊 这个高盛的晶体胶体的混合液 它有哪些好处 它扩容指数高 组织水肿氢啊 血液动力学的这个改善好 凝血功能的影响也比较小啊 如果这个创人休克 它是由什么 是由肺部的损伤引起的 那么我们推荐的方法是什么呢 推荐啊 延迟的限制性的这个低压复苏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量的啊 大量的这个快速的输住 这个复苏的液体啊 可能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肺的挫伤和水肿啊 我们推荐早期 我们推荐使用什么呢 高盛的晶体胶体的混合液啊 我们推荐早期使用胶体提高血浆的胶肾压啊 推荐早期使用呢 尼尿剂在输入这些胶体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使用少量的尼尿剂啊 以改善肺兼职的水肿 改善肺的通气和换气的功能 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 限制液体的输入总量 使肺保持在一个相对的 这个干燥的一个状态 简单给大家介绍两句 关于这个危重的啊 我们前面前面讲了这个闯伤系休克 闯伤系休克的常规的方法 我们是针对什么 针对一般的患者的 我们那些新的一些临床的新观点 比如说限制性低压复苏啊 或者延迟复苏啊 这个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更多的针对是严重的闯伤患者 我们这个要给大家讲一下 危重的就是那些 病情得到了 就病情被延误了啊 病情患者情况非常重 但是他的临床处理 或者被延误了啊 被延误了 或者他的这个休克呃 已经到了一个 朱末期啊 像这一类的 危重的患者啊 他的一个 抗休克的一个措施是什么呢 这是这是一类非常特殊的 非常危重的患者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啊 有一个新的复苏的一个方法 叫损伤控制性复苏啊 这个只给大家简单提一下啊 这个损伤控制性复苏呢 是危重和什么 危重的闯伤和战伤救治领域的最新的一个进展 它来源于哪呢 来源于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实地的 战地救护经验的观察业研究啊 这个概念是08年底首次提出的啊 这个损伤控制性复苏 它也来源于损伤控制性外科的理念啊 损伤控制性复苏呢 是对损伤控制性外科的一个发展和完善 这些东西呢 大家的教科书上没有 给大家提一下啊 这是一些我们临床上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 好 比如说这是一个战伤的患者啊 战伤这是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场 这个损伤控制性复苏呢 它是来自来自于损伤控制性外科技术啊 这个呢我们在后面一讲 在讲这个闯伤的时候还会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啊 它的这个损伤控制性复苏呢 它和常规的有什么不同呢 和常规服务措施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们常规的服务措施啊 过分的偏重于纠正酸重毒素的低体温啊 省伤控制性复苏呢 它最核心点就是重视对凝血功能障碍的一个改善啊 重视对我们可以看到损伤控制性复苏和其他服务策略的最大的不同 就是什么呢 伤后早期凝血功能障碍是其机制的核心 强调早期积极迅速的纠正伤后患者凝血功能障碍 强调以血液制品而非晶铁进行复苏 这和咱们前面的这个常规的服务策略又是不一样的了啊 又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些新的进展呢 只是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再去找点资料进行深入的一些了解 好 这个呢 具体的就不给大家讲了 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 好 下面给大家介绍第三节的内容啊 感染性休克 感染性休克 这个感染性休克呢 和前面的思学 低血液氧气休克 它的病理生理机制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休克 比较特殊休克 前面的低血液氧气休克呢 主要是由于出血或者闯瘡引起的 而感染性休克呢 它主要是由于什么呢 主要是由于致病菌的感染 还有什么 四方内毒素所致的休克 所以呢又称为内毒素性休克 啊 常见于什么呢 它常见的病因有胆道的感染啊 绞杂性肠根组 烧伤 尿路感染啊 还有什么 抚摸炎 败血症等等 我们按血流动力学 呢分为什么呢 高动力型的啊 休克 比如说就高排低组啊 暖休克 低动力型的就是低排高组啊 冷休克 感染修克 感染修克 我们在了解感染修克 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呢 就是SERS SERS 一个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 啊 由于 严重的临床 损伤性疾病 比如说感染和非感染因素 导致了全身的一个炎症的反应 是多种细胞因子 及炎症介质失控的一个释放状态 啊 符合以下四条中的两条 既可以诊断为这个SERS 哪四条呢 比如说体温大于38度 或者小于 或低于36度 心率呢 大于94每分 啊 呼吸频率大于24每分 或者是什么 动脉血的二化疼分压 小于32毫米拱住 外周白细胞技术 大于什么 12乘10的90方米生 或者小于4乘10的90方米生 或者是未成熟的离细胞 大于10% 符合这四条中的两条 我们就可以诊断为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 SERS 感染型休克呢 我们前面讲了它的分析 包括什么 冷休克和暖 暖休克啊 从这几个方面来分啊 从什么 绳子 皮肤的色泽 皮肤的温度 毛细血管 充盈的时间 脉搏啊 脉压和尿量啊 这个冷休克呢 它的主要 主要的绳子的改变呢 它就是什么呢 躁动 淡漠或是碎 而暖休克呢 患者是清醒的啊 皮肤的色泽呢 冷休克呢 它是苍白纸干或花瓣样的啊 花瓣样的 这个暖休克呢 它是潮红的啊 皮肤的温度呢 这个冷休克呢 它是湿冷啊 湿冷暖休克 它是干燥的啊 毛绝盘充益时间 一个是延长啊 一个是一个是一到两秒啊 脉搏呢 一个是细数 一个是一个是慢啊 脉压呢 小于四卡帕 有个是大于四卡帕 尿量呢 呃 这个冷休克呢 是小于二十五毫升每小时啊 暖休克呢 是大于三十毫升每小时啊 这个前面 我们在讲私血性休克的时候 给大家强调了 我们现在对休克的治疗啊 除了咱们书本上讲的东西 我们在临床的实践中呢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重视 这个寻证医学的研究结果 和重视什么呢 和重视按照临床指南来进行治疗 临床指南来进行治疗 这个临床指南呢 就是根据我们寻证医学的研究的 结果来制定的啊 这个呢 是2008年的国际啊 国际感染息休克的一个治疗的指南啊 治疗的指南 这个关于这个治疗指南呢 除了我们大家书上讲的那些常规的东西以外呢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摘要的提及 提一点这个治疗指南里面的内容 在前面强调了 我们在我们现在的 现代的临床治疗中间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重视 对这个指南的指南的了解 和按照指南来进行临床治疗啊 这样才能减少我们临床治疗的随意性 才能实现病人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后面呢 会根据这个08年的指南呢 简单的提一下 这些东西呢 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教科书上有一些差异啊 或者大家教科书上没有这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观念啊 有有这种观念 这个感染修课它的治疗原则呢 包括哪些呢 就在修课纠正以前 我们应该着重啊 纠正修课同时治疗感染 在修课纠正以后呢 那么我们的重点呢 就要放在控制感染上面了 它的治疗方法 包括哪一些呢 也是包括补充血容量啊 控制感染啊 控制感染 纠正是吧 酸减失痕啊 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 皮质技术的应用 其他的营养支持啊 以及处理并发症等等 这是它的这个治疗的几个核心点 除了大家书上内容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新的指南 对感染修课 它的几点最重要的核心的处理啊 指南里面是怎么推荐的 怎么推荐的 我们先看早期的复苏啊 对低血压或血乳酸 身高大于4毫码每身的 这个农毒症啊 就是感染期休克的患者 应立即进行复苏 而不是延迟至ICU收之后才进行啊 这是一个什么 C级的推荐 C级推荐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是专家的经验啊 这是专家 就是这叫专家意见啊 专家意见 大家学过行政医学呢 就知道啊 这个C级的推荐啊 我们后面也有啊 这是一个 这也是C级的推荐啊 我们后面还有 就说A级的推荐啊 B级的推荐等等等等啊 关于就说 什么是A级的推荐 什么是B级推荐呢 大家就查一下 这个行政医学啊 的相关内容就知道了啊 复苏的目标啊 复苏目标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对感染学会 它是推荐什么 推荐是即刻复苏的啊 不像我们的 施血性修课里面啊 施血低血量修课里面 我们推荐是什么 是延迟复苏 这个对于感染性修课呢 这推荐是即刻复苏 复苏的目标是什么呢 CUP 就是中心筋脉压啊 恢复到多少 8到12毫米拱柱啊 平均动脉压大于65啊 尿量大于0.5毫升 每公斤 你中每小时啊 这个 阳保护度呢 大于7% 或混合的 那个筋脉阳 保护度呢 大于65% 啊 还有什么呢 这个子弹里面 还提出了这个 关于 康生素的使用 我们前面说了 一方面是 这个 恢复有效的血缘血量 然后更重要的一部分方面呢 就是控制感染 控制感染呢 我们的方法是非常多的 包括哪些呢 比如包括处理原发病 比如说你腹腔里面有一个 呃 肠道的窗孔 有抚摸炎啊 或者说你有一个胆囊的坏死 或者有一个什么坏区啊 比如南韦的感染的坏区啊 这些东西呢 你必须首先呢 要在抗感染的抗修课的同时呢 处理原发病啊 处理原发病 这个 还有呢 就是我们要 应用抗生素 也就是说我们要应用抗生素 或者抗菌素 来 杀死这些 来处理这些 病原的致病微生物啊 就在不当个抗生素应用的前提下 应用抗生素前 我们建议要进行什么 病原微生物的培养啊 这是一个EC级的推荐 为了查找感染源 或者方便在感染部位 取标本应该进行 应该什么 即时行 影像学检查啊 即时行影像学检查 而且呢 建议呢 应该尽早开始 静脉应用这个 抗生素 这个抗生素的选择上面呢 建议什么 选择一种或多种 对可能的细菌 真菌有效 却能够渗透到感染部位的抗生素啊 就是根据经验啊 选择这个敏感的覆盖面 比较广的抗生素 关于这个感染修科 它的液体疗法啊 这个指南推荐是什么呢 就是早期啊 建议使用晶体液或胶体液进行服输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 四眼型修科是一样的啊 使中心脉压呢 恢复到啊 大于八个毫米拱束啊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补业的过程中 应用补业试验啊 以改善啊 以改善血液动力学的状态 如果新时的充音压升高 而同时血液动力学状态未改善呢 应该减缓这个补业的速度啊 补业的速度 关于这个深压药 就是血管活性药的使用呢 指南里面是这么推荐的 就是维持平均动脉压大于65毫米拱束啊 中心肌脉压呢 给予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作为首选的深压药 就是说在感染性修科里面 我们以去甲肾和多巴胺呢 作为首选的深压药 这个肾上腺素或去养肾呢 以及深压素呢 不作为首选的药物 而只有当去甲肾或多巴胺不能升高血压时 我们才选择什么 才选择肾上腺素 关于这个振性肌力药物的使用 指南是这么推荐的 对新功能障碍的患者呢 我们可以使用多巴胺 以提高心脏的充音压和降低啊 心脏的输出啊 不推荐应用这个药物把心脏指数增加或增加到高于正常值的预设水平 关于内骨醇激素的使用啊 指南里面是这么推荐的 就是当充分补业和深压药应用后 血压仍不稳定 可以考虑给予什么 给予呃内骨醇激素啊 内骨醇激素啊 内骨醇激素呢 优先推荐给予什么 氢化可敌松啊 而且认为呢 氢化可敌松呢 优于第三密松啊 这个氢化可敌松的剂量呢 是小于300个毫克每一天 但不需要应用血管生压药时 应停用内骨醇药物的治疗 好 前面给大家介绍了 三节的内容啊 三节的内容 第一节是修课的概论啊 第二节呢 是失血性修课的治疗 第三节呢 是感染性修课的治疗 我们呃 现在呢 对我们前面讲的东西呢 啊 对前面的课程呢 进行一个小的总结啊 我们修课诊断治疗啊 我们的一个总结 我们认为呢 对于修课 我们应该详细的了解 修课发生的 病理生理的机制啊 而且要紧跟这个基础研究的最新的进展啊 紧跟关于修课的病理生理研究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而且我们要根据患者的病理生理的不同 选择选择适当的啊 选择合适的个体化的复苏的方法啊 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患者的病理生理 以选择 个性化的这个抗修课的方法啊 抗修课方法 而且呢 还应该在呢 行政医学的指导下开展治疗 在我们的常规处理中的应该严格的遵循临床治疗指南的要求 我们这次课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